杨国志 65岁 离异 少言寡语 甚至是有些木讷 是杨大哥给咱红娘的第一印象 感受到了这不冷不热不紧不慢的态度 红娘都怀疑这杨大哥是不是不咋待见自己 追问之下杨大哥说自己就是嘴笨 我不在急事 话是短 不好说 我不好说 有点面奶 就得干好 不好意思了 不是不好意思 就面奶 我不会说 不会说 不会说好听的话 但会做实际的事 就像对待宠物一样 虽然连名字都没起 但杨大哥依然尽自己所能地去疼爱他们 杨大哥说对未来的老伴自己也是一样 也许不能妙语连珠哄他开心 但会尽最大的能力去照顾和担待他 没啥带有趣 我这心也不高 这一个根本就心 跟我哪儿呢 实在性格温柔发大 这皮好点就皮就行 我一天干点活回家了 他给我做点饭啊 有个捕头去 让我到家有个做饭去 我不需要用它干啥 没啥用它干啥 寺元那啥子 寺元也不用找 了解了杨大哥的情况 红娘首先想到了现住长春市的刘雅琴 刘大姐 刘雅琴 刘大姐 刘大姐 听说是刘雅琴家吧 是啊 我来了呀 刘雅琴 63岁 丧偶 我说说朝你们挺好的 在下边看着你们 给那个找成了一对 我们成的不少呢 哪里打一对呢 这看着呢啥了 完了我儿子说的 妈 这不成年上班 给我隔人的家 他就叫我挺孤单的 他说妈 你不干啥 就找一个陪你说说话 老是哭 我这都十年了 隔人在农村种地了自个儿 完整二人都看我 太给农村遭罪了 你给我接这儿来吧 我老家是十五的 公主里有十五 没说来到这家哪儿 找不着哪儿 给这儿住的习惯不 还行吧 还分有点电信机啊 家里还有啥呀 家里都有房子的小懒呢 都给你拎去种啊你 那地呢 地呢 都包出去来 多少钱一年包的 包多钱才一年才给 一千 一年七亩多地 能给八斤多块钱啊 挺好的 朴实厚道的刘大姐 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 现在虽然搬来和儿子一起生活 但城里的陌生环境啊 还是时常让她感到孤单 了解了刘大姐的情况 红娘越发觉得啊 她和杨国志杨大哥挺合适的 俩人都朴实厚道 老实本分 紫偶标准也都像是 对对方量身定制的一样 那俩儿究竟有没有缘分呢 第二天 红娘带着刘大姐 赶往了杨大哥的家 本以为来到了刘大姐 再熟悉不过的乡下 她会感到亲戚 但没想到啊 刘大姐对车外的环境 似乎并不满意 希望马上见面的杨大哥 能让她满意吧 杨大哥 我信你了 我都没看清 你这狗子不着急 不着慌的 你是火烧房不着忙 我给你问一下杨国志 我叫杨大哥 然后刘雅琴 你叫雅琴就行 叫什么都行 走啊 走啊 先走啊 走吧 大哥 你大姐介绍的时候 你别我们转转你的小样 别转了 别转了 这刚一见面 感觉刘大姐似乎对杨大哥的情况 不咋上心 这个时候杨大哥主动找起了话题 我六十五 你六十五 你在哪儿呢 我六十五 你看他就要照着你大老孙 这不挺好啊 所以大孙小都其中的 杨大哥给洪杨的印象啊 一直是不善言谈 老是内向 但是啊 今天见到刘大姐 指杨大哥接下来的表现 可着实是刷新了洪杨对他的认知啊 我一天呢就心里人过急啊这事情 哪个人有活了干点呢 他不玩不耍 我最仔细的也 再仔细仔细 适合我不仔细 就你让人得吃啥就吃啥 咱们俩人有的钱留得大 俩人上个人肉里油 他以后到那个我儿子四川 那个村里喝好了 咱们就溜都溜 喝都可以 就想干啥啊 今天的杨大哥不能说是 口若玄和妙语连珠吧 但最起码也是侃侃而谈 杨大哥这一番自我推荐之后啊 刘大姐的态度也有所转变了